嘿 我是Hennigan 歡迎回到我們的1.18極限生存 大家早安啊 那麼在上一次的時候 我們是稍微見了一下這個東西嘛 我發現一些很蠢的地方 不過我要先講 我上一集在撿的時候才發現 我開場的時候這裡又有一條榮源 該不會今天這集又會有吧 這裡是怎樣 榮源盛產地是不是 超常生榮源的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好啦那這邊的話呢 我上一次弄了一個很蠢的東西 就是我弄了這個 應該說不能說很蠢 而是我放的位置很蠢 就是我幹嘛要放在這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旁邊這裡有個位置 如此完美的位置我不放 然後呢 給它放在這裡 受不了 我受不了了 我真的受不了我的腦袋了 動不掉了啦 唉 我們把這個東西給拆掉 然後把它位移一下 那這個鐵匠目 可能會比原本所構想的還要小一點 不過沒關係啦 哈哈 那這裡的話呢 我原本是想說 裡面這裡啊 應該 在原本的構想 會是可能儲物式 放鐵之類的啊 放礦物類的 目前想法是 應該不會這麼做 裡面應該就是 用於我們的這個岩漿製作啦 唉 真是蠢啊 好啦 那後半邊這裡啊 我們也是 基本上要拆掉 然後後面我可能用黑石來做個熔爐的樣式 這樣子 來做點裝飾這樣 那後面基本上之後就沒有實際功用了 真的有夠蠢啊 如果各位啊 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喜歡看到我玩minecraft 喜歡看到我蠢 喜歡看到這個 1.18極限生存 記得可以幫我在影片下方 然後點個讚 好不好 那也可以留言告訴我一下 其實我最近也有在想 我要不要回歸真正的原位生存 因為雖然說 我們這個叫1.18極限生存 但其實他也算是模組生存 我們裝了1.18的資料包 然後也裝了 各種模組 像是 我們現在所要使用的這個 連手挖礦 這個其實就是 模組裡面的東西嗎 原版是不該有這個東西的 所以不算是原位啊 其實一直也都有問我說 欸 海妮哥你有沒有要回去玩原位生存 我其實有在考慮啦 因為 永遠好可愛 我原本是有說過 我應該是沒有打算回去1.17的原位生存 應該暫時性不會回去玩原位 但是永遠好可愛 可愛幾是真意你知道嗎 可愛就可以 代表一切 可愛就可以讓我放下我的尊嚴 去玩原位生存 結果 如果各位啊 希望我看到 不是希望我看到什麼 我在攻閃 希望看到我玩 原位生存回去玩原位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還在猶豫中 我還在猶豫中 各位也可以提供一下你的想法 喜不希望我回去玩原位 還是我記得玩模組就好 卡住 卡很大一下耶 我想要回去玩原位的原因也是因為 我玩模組還蠻容易卡的 有的時候玩到會很不爽 就是 爐到一半給我卡一下 有的時候影片中不會出現啦 可能某幾集不會有這樣子 那通常是因為我剪掉那一段了 這樣就變成很麻煩你知道嗎 好啦 那我們剛才說 我們要把這個 我看一下喔 山木桶 上一集啊 我們有說這個山木桶的問題嗎 就是 我們哪來的山木對不對 其實我們有山木啦 其實我們有 但是 它的合成並不是用山木 這還蠻有效的 我給你們看 來來來 我這邊拿了這個木頭 這個是松木喔 木桶的合成公司是這樣 然後做出來它叫做山木桶 用松木來做山木桶 還蠻合理的啊 OK啦 可以啦接受啦 Minecraft嘛 Minecraft 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東西 習慣就好 習慣就好 好啦 那裡面的部分呢 我們就來弄一下這個load 那目前現階段 我們先不要讓它說 想要自動化幹嘛 不要 我們夢想不要那麼遠大 之後再說 我們一開始就很 很爛的那種就好 應該說 不是說自動化 就是 不要說一定要讓它效率高這樣 我們就用很爛的這種就可以了 我們先暫時這樣子做 那就跟原本的做法是一樣 進去了 哇好難過 你為什麼要進去 完了 等一下還是我們這樣放是OK的 為什麼它會在這個 看來這個鐵軌要先拔掉 然後 放 唉唷打開了 這個要 蹲下 放不下去嗎 拔掉 然後 這樣 這樣 然後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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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吧 我們把這個拿出來 然後再重新合成一遍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一個原味生存系列 可是後來 不見了 那現在我要回去找 其實地圖也已經找不到了 就是 我也不知道我把那個地圖武藏塞去哪裡 所以我們應該 如果要玩原味生存也是完全的重來 也剛好1.17很多新東西 天啊 怎麼辦 這怎麼辦 看來我們要再多一格對不對 我們可能要這樣過來 好啦 對我們可能會重新來過來 如果我們要回去玩原味生存的話 然後 原味生存的話 應該會去 下午的系列 就是可能等我們這次超OP模組生存 結束之後 我們才會來去開這個系列 這樣子 好 這邊 我礦車在裡面 我們重複這個動作幾次了 我是不是傻 天啊 我是不是傻 或許會有人說 這樣子 跟我們這個1.18極限生存有什麼差別 其實差很多 就光是我們這個 有沒有模組就有差了 那還包括了像是 打開到了 還包括了像是 我們這個是極限 一個原味 雖然說我有SOCO 我們極限的是我們的操作 不是模式 我真的覺得 我玩這個 真的是很北極 我還蠻喜歡玩極限生真的 這樣比較有挑戰性 那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這個系列 是不會往上升版本的 就是永遠都只會在1.18 那 不會再說 要往上升到1.19 在未來的時候 然後可能在1.19出之前 可能這個系列就已經完結了 對應該差別會在這裡 原味生存的話 可能就是 我先繼續玩 然後把我還沒有玩過的東西給玩下去 那玩完之後 我們 可能會讓他休息一陣子 直到新東西出來這樣 可能會是以這樣子的模式來進行 好啦 那我們這塊的部分就先這樣吧 再來就是我們的天花板上的部分 我們先把天花板給做好來 這後面的部分 我應該會把它弄階梯上來吧 我想想 好 我們這樣子好了 好啦 那我們屋頂這邊 這樣大致上建完了 那我是使用這個 欸 磚瓦喔 來去做這個屋頂 因為原版是用黑曜石 不是黑曜石 蛾染石 天啊我在攻殺 原版是用那個蛾染石來做屋頂 那我把它改成這個 然後在上面的話 是用拋棺藍岩 這樣看起來跟它的顏色其實還行 都是深色系的這樣子 那再來是背面的 我想要弄出一個熔爐的感覺 純粹裝飾用 這裡的話 我們先 這個要挖掉嗎 不要好了 不要好了 我們就這樣綁著 然後 這裡 按內放一個 這旁邊可能要切掉 旁邊牆面的部分 我可能要換個 顏色來用了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一個一個 上來 這樣嗎 這樣好像 還行 欸 顏色好像有點不搭欸 等一下喔 我想想喔 我們這裡用一般的石磚好了 對 用一般的石磚可能比較好 我之前應該有燒一些嘛 OK 我們換成這個顏色的 然後 這樣一個 這樣兩個 這樣一個 然後中間留兩個 這裡的話 我可能會放個營火之類的 這樣子 用出火焰在燒的感覺 我被那個擋到了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應該還行 然後上面的話 我會用個煙囪出去 這樣子 這樣應該還行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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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往前一個喔 這裡應該要全部先用這個 遮起來才對 我們先這樣 先全部遮起來 不然 我想起來了 後面這個 會不會看得到啊 不好看 不好看 我不喜歡那個 外露的感覺 聽起來好奇怪喔 我不喜歡那個 露斗外露啦 剛才在攻啥 說得好像都很奇怪這樣 好 我們這樣放一個 這樣放一個 然後 這樣弄出一個 形出來 上面的話 我們可能會給它一個煙囪 這樣子 那煙囪的話 可能最後再來做吧 那大致上 背面應該會長這個樣 欸 裡面的話 我們換顏色好了 我想想喔 這樣嗎 這樣好像比較有 裡面是 偶偶的感覺 就是真的有在燒東西 然後有那個煙的感覺 我沒有拿 階梯耶 好我再拿一起 不對不對不對 我要接力幹嘛 我在想什麼 我是要這樣 然後用這個 這樣子 這樣應該還行 然後上面的話 我想要再來一個 結果我做了半磚 然後沒有用到欸 好 我們就這樣吧 那裡面的部分 我也把它改成黑的好了 這樣好像比較合理一點 我們就是 拆了又蓋了又拆了 這樣子 欸 我就是建築白癡啦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一次就說 做到我要了 真的 太難了 那一次就可以蓋到自己想要的形狀 那個真的是大神才做得了的事 好 我們就大概這個樣子吧 那旁邊的部分 我們應該還是會用 我想想 我還是用這個補起來好了 這個剛才其實也是誤拆的嘛 對不對 這樣子其實還行 我覺得這樣還蠻好看的 那這邊也是 而這邊呢 就是我們這一半邊 然後我們要來做一個有點像是小屋的感覺 這個的話 我們應該會用拋光玄武原來當柱子 這樣子 一樣鋪過來 然後先鋪一樣的高度 然後再過來 我看喔 我們應該不用太大吧 因為裡面之後可能要自動化 所以我想想 空間可能要稍微留一些啦 我們一直蓋到這邊好了 然後這邊留兩個這樣子 這樣子的大小應該很夠用吧 應該很夠自動化吧 說真的 我還沒想過那個自動化要蓋多大 然後還要怎麼做 最重要的連怎麼做我都還不清楚 反正我就自己慢慢 一點一點的來摸出來吧 應該沒有問題吧對不對 我應該沒有這麼糟吧 就是沒這麼爛吧 那我們先把這個弄出來 我們就直接把外型給蓋出來就好 那裡面的部分就是之後的紅石 反正都會把它遮住的 都看不到啦 好啦 那我們大致上把這個外型 應該是這樣子弄好啦 不過之後應該會再修改 那我只做了外牆的部分 我外面還有放了一些箱子 只是因為我不知道要放什麼 所以 欸 擺個裝飾物 原本要放花圃 但是想想 鐵漿布旁邊有岩漿的地方 然後用花圃 是想怎樣 燒死之物是嗎 好像哪裡不太堆勁 所以後來 欸 就放棄這個念頭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剛才有說的螢火 我們先把它放過來 然後 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這裡就會有煙了 這兩個可能要換掉 這兩個也要換掉 沒關係 我們等等再把它換掉吧 那個材質 還好 問題不大 但是這邊我準備了一大堆這個鵝蘭石 還有 不是鵝蘭石 花鋼岩還有生板岩 那這個呢 是我們這一次要拿來做屋頂的地方 對 拿來做屋頂的建材 那這個屋頂呢 我也會用一個斜屋頂 但不會像這樣用尖的 是用一個單純斜 一點點的而已 這裡的話 我有放一些石磚作為裝飾物 但是這個我是決定要 喔 敲掉了啦 等等啊 我們屋頂應該會卡到這個位置 所以 對 這個會影響到我建築 那 這個斜屋頂呢 應該會 我想想 應該是 等一下喔 我要先墊上去嘛 這樣子 然後斜屋頂會在這個位置 這樣子建 那 它會是一個完全45度角往上的就好了 我不會再做其他的 就是彎曲之類的 太麻煩了啦 這樣子就好 太困難的東西 做起來也沒這麼好看 我覺得 這裡的部分 我們可能也可以改一下 這裡我也要想想 這個銜接處要怎麼做 嗯 屋頂一直以來都是 我很不會蓋的東西 說真的 就我還在練習啦 我就爛嘛 好不好 我就爛 我都會說我是建築白癡 哈哈 來 我們這邊這樣子 欸 我怎麼撿到下面去了 快笑 這個 拔掉 然後 等一下我發現我可以隱藏它的耐久度 就是 欸 又不行了 欸 喔 又有了 對 你看我按中鍵的時候 我對著它按中鍵 它耐久度會消失掉欸 這是什麼模子啊 好酷喔 雖然說沒什麼用 哈哈哈哈 這句話講小聲一點 不然 其他人覺得有用的就 就會把我幹翻一下 嗯 我不想再被幹翻了 雖然好像沒有過 嘿 欸 有人要幹翻我嗎 聽說好像要起爭議才會紅呢 哈哈哈哈 沒有啦 開玩笑了開玩笑的 然後這邊啊 我們再這樣 喔 圍過來 然後打字上圍一圈 這裡的話 我們要突出來一格 兩個 突到這邊來 這邊再做一個尖的 然後裡面的話 我們就全部用花鋼眼把它填滿 這樣就是我們的屋頂的部分 喔 差點摔下去 對 這就是我們屋頂的部分啊 那這個部分應該蠻繁瑣的 所以我們也會先跳過 然後 中間的部分 我就先讓它鏤空了 然後裡面 我已經有用出一些岩漿的道路之類的了 這是之後我們要放岩漿的一個圈子 我應該會選擇用 就是讓它繞圈的方式啊 嗯 不過我也要先去測試說 欸 它這樣子行不行 如果不可行的話 這裡面就會變收納空間了 欸 可能 欸等一下 燒一個 沒記憶啊 好 我們連手挖礦掉 喔 我覺得我回去玩原衛生存 我應該會超不習慣的對不對 哈哈 原衛生存沒有連手挖礦 呃 這個建築啊 喔 你拆東西的時候其實也是很方便 你看這樣 剛才那種 雖然沒有到很大範圍 但如果 只有蓋一些比較大的東西啊 這個 就很好用欸 好啦 那我們就大致上這樣子吧 然後裡面就是用這個 喔 填滿它喔 OK 那我們 喔 完成了 欸我其實剛才沒有講齁 就是我們這個方塊是什麼 這個啊 也是我們這個 中武石方塊的分支喔 應該算說更進階版吧 就是我們可以啊 把中武石方塊啊 變成這種啊 這應該是光滑的 中武石方塊嘛 那中武石這個方塊呢 它可以變成這個 這應該是磚喔 它變中武石磚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屋頂的部分啊 欸我剛才說到花崗也蠻 讓我回來 發現其實這樣子外露 其實是 還可以欸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反而是把它全部用那個 欸同樣的平面這樣填滿 沒這麼好看 我覺得這樣還蠻特別的 是我還蠻喜歡的感覺 所以我決定了 就長這樣吧 我覺得還行欸 我覺得還行欸 意想不到的 其實 我還蠻能接受我這次的建築的 哈哈 那基本上 之後我們應該會先在這邊燒東西啊 然後這邊的話 我可能會先把它 弄得安全一點 然後讓我們可以在這邊掛這個岩漿喔 我可能會在這邊做個門嗎 應該是門之類的在這邊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啊 在這邊掛個岩漿啊 App可以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那個岩漿 從這邊拿出來啊 然後送進去 送到這裡面來喔 然後經過這一次建築 我覺得我應該需要再去 多搞點鐵來用了 因為我的鐵高 欸我又多做兩把啦 對這應該是我們上個畫面 還是上上個畫面之前 就已經做好的 真的很好鐵 我覺得我要認真去挖礦一下了 那這一次的建築 也是耗費了要蠻多石料的 我們可能也要 好好的再去重新挖一下礦 尤其是地獄的東西 像那個 欸地獄的東西 好像也只有玄武岩喔 好玄武岩很缺啦 真的 這之間我還有再去挖過一次吧 我記得 對我今天應該還有再去挖過一次礦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我會先來研究一下 欸這個 岩漿機要怎麼做會比較好啊 因為對我還沒有研究 欸裡面有岩漿的耶 然後我可能 這裡的部分呢 這個我先收起來了 因為我們已經有這個了 然後再來是地下室的部分啊 欸我們要來開拓一下喔 地下室我到現在還沒開始挖嗎 它一直長這個樣子喔 接下來我就會開始往下挖 然後之後我們東西 欸就可以全部把它送到底下去了 其實我們這邊也 應該最後也會放那個啦 箱子 最後其實都是拿來放箱子 不過地下室可能就會把它放一些 欸不常用的東西喔 那這就是我們這次的鐵漿布建築啊 各位有什麼心得感想 看到這個你覺得如何 有沒有什麼需要改建的地方 都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一下啦 那如果我覺得OK說不定 我就會把它弄到影片裡面 然後就是 嗯把它改過這樣子 那如果各位呢 希望看到就是1.17純粹的原味生存 然後也希望這個系列 就是原味生存系列可以一直繼續下去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一下 我還在猶豫啦 我還在想到底該不該這樣做 因為我玩了很久的模組生存了 一來是回去會不習慣 二來是我的觀眾 我不確定你們喜不喜歡看原味生存 說真的 我不確定 因為一直以來原味生存 都沒什麼人要看 哈哈哈哈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一下喔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電話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柱 一起來聊天喔 我是Ainnegan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